等一下我们前面会过这个长江 因为长江对岸那边就是南岸区了 就是南岸区 但如果这里我们站在桥上面 在桥上不常壮观不常漂亮 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桥 这边在那边底下就是我们这个长江了 下面这里 我们这个桥叫菜园坝长江大桥 是一种两用的城市大桥 在我们这个桥的中间 就是我们这个轨道交通了 就是我们那个轻轨三号星 我们那个轻轨就是过江的 那如果现在有需要的时候 如果是要去到江北机场 去到重庆火车北站的话 就可以直接乘坐我们这个轻轨了 而且轻轨是比较便利的 不堵车的 是比较快捷的 那如果是在早晚的上下班时间 如果是要去到机场 去到重庆火车北站 就直接乘坐轻轨了 有轻轨的不堵车 直接到达了不少便利的 如果大家实在 如果做了做了打车 这些可能会堵车了 这个时段呢 所以会比较堵的 这个地方呢 我们下面这是我们长江的 大家可能好的嘉宾啊 就会感觉得到了 水感就是不是很少 感觉没有水的感 感觉有水 水月很低了啊 因为这里是枯水期间的 而且这边呢 也在很大汗啊 我们这边 给大家说一下 如果在长江长水的时候 每年长江长水的时候 那个水会找到什么地方 给大家一个参照物感 说一下啊 每年都会长这么高了 我们大家在右手边 大桥底下 大家能看到这里有一个 蓝色的棚户这个区域 你们知道蓝色棚户这个区域 每年那个长江长水 水的话就会淹到这个棚底这个位置 就长这么高 大家可以想象这水会这么高了啊 房子都会被淹掉 这里的人每年都要过一下搬迁的生活 他们每年长水的时候就搬走了 水退了就再搬进去了啊 因为这里是个市场 是个水管批发市场 每年的时候他们长水那几天 就会搬走了搬走了搬走了 看帅哥美女了啊 叫打忘了啊 我们这边了啊 看帅哥美女 打亮着观望叫打忘了啊 我们成天人当地人 也比较喜欢那个打忘的啊 就说像我们这边的人啊 都比较喜欢打忘 还有像我们这世界师傅们这些 都比较喜欢打忘的啊 而且呢 还有就是我们大家 如果在那带眼镜的嘉宾啊 哎 多打忘的话 视力都会变好的啊 因为呢 我们这边呢 是这样讲的 但如果一天不打忘的话 哎 视力就要下降了啊 如果都打忘了 视力就会变好了啊 哎 还有就是因为我们重庆啊 也是出美女的地方了啊 哎 解放杯那个地方 刘德华来的时候呀 讲的是三不一个林青霞 五不一个张曼玉了 他就多逛一逛啊 都可以的打忘了 讲打倒忘了 这些 哎 一天不打忘 视力就要下降的 这边就比较喜欢打忘的啊 打忘这个词 因为就这么重庆的